新一年 新一代iPhone 今年9月的時候 Apple就發佈他們新一代的iPhone 13 在他們發佈完iPhone 13之後 如果你有上過Instagram、Twitter 你都會看到一大堆post 去Troll、去笑、甚至批評這部iPhone 13 或是Apple今次擠牙膏 沒有新意識老闆 但我覺得大家怪錯這部iPhone 13 看來今集會得罪了一大堆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son 在這個頻道會和大家開箱時 我評測不同類型的電子產品 所以如果這些影片適合你看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按鈴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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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我出片你就會收到通知 今次這部影片是由Castify贊助 Castify是手機殼品牌 大家都很熟悉 今年正是他們10歲生日 適合他們10周年 Castify想更加努力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 所以推出了一個叫ReCastify計劃 用回收手機殼去打造新系列的 Impact Crush 和 Ultra Impact Crush Impact Crush 和 Ultra Impact Crush 的手機殼 有65%是用回收物料和植物性物料製成 其中更加包括由ReCastify系列回收手機殼 在製造過程減少浪費之外 又可以減輕對環境的負擔 即使兩款Case是由回收物料製成 但它們完全沒有犧牲到外觀和保護性 它們仍然保留一個相當薄身的設計 其中這個Ultra Impact Crush 只有13mm 不過多得它在機殼邊框 四角都用了GTEC 2.0 這種專利減震物料 它可以提供到高達9.8呎 即是大約3米的Drop Protection 另外作為Castify的Case 當然是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印花圖案 加不同的字 加不同的字型等等 去讓你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Case 好像我這裡一樣 Never stop trying 如果你準備買一部iPhone 13 又或者已經買了一部iPhone 13 就記得去Castify.com slash Anson 以包容價錢買一個Case 回去好好保護你的新機 在這裏感謝Castify贊助今次的影片 就是因為我這些品牌支持 我才可以繼續拍多些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記得去Castify.com slash Anson 支持一下Support我們Creator的公司 Alright 這部就是iPhone 13 跟去年一樣 今年的iPhone 13 都有正常和Pro兩個大系列 我之後會出到影片講iPhone 13 Pro 今次我又只是集中講iPhone 13 沒錯外觀看上來 它跟去年iPhone 12真的沒有什麼不同 而設計上真的不同的位置 也是一些很 minor的位置 例如它流海的面積小了 又例如後面雙鏡頭的排列 由打直變成打斜 有新的配色 隨時女朋友沾了頭髮之後 分別比iPhone 13更大 除了這些之外 它整體的設計幾乎跟上年12一樣 用起上年手感一樣 重量就差不多 所以很難怪大家對iPhone 13 有一個沒有轉變的印象 不過我覺得其實iPhone 13是有不少的改變的 而這些是好的改變 只是可能這些改變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搶眼 或者沒有那麼令人驚嘆 所以大家才覺得它沒有什麼新意 但是這些改變正正就是令到iPhone 13 在最核心的那部手機使用體驗是好 首先我們單刀直入講相機線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都是拍照片是否漂亮 iPhone 13今年相機仍然用上一個雙鏡頭的System 一個主攝廣角鏡一個超廣角鏡 你看看這個Special sheet 你看到今年13和上年12都是兩個鏡頭 兩個都是千年萬像素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進步呢 其實就不是的 今年13最大的進步就是它主攝廣角鏡 是用上年12Pro Max那顆Sensor 那顆Sensor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第一那顆Sensor是相對大的Sensor 所以低光表現又會好一點 第二就是它是用Sensor Shift的防震技術 即是它的Sensor在上下左右移動 去做防震 防震效果又會比較好 在拍出來成像方面 其實在日後的時候你不太看得出它的進步 是有時拍片的時候會比較Smooth 但是一入黑之後就完全不同說法了 Sensor的像素大了 吸光量高了 所以在晚上拍照的時候 真的要開Night Mode的頻率不高 就算真的要入到Night Mode也好 曝光時間都相對的短了 再加上它有Sensor Shift的防震技術 可以保位減低手震的影響 這些種種的特點加在一起 是令到13在晚上拍出來的照片 是非常之好 Noise比起12的時候明顯少了很多 Motion Blur也少了很多 有時甚至我覺得它輕輕超越買了12 Pro Max 雖然它成計了12 Pro Max的大Sensor優勢 但同時它有些minor的弱點 也都在這部13呈現了出來 第一就是它在晚上拍照拍片的時候 Lens flare的問題仍然是挺明顯的 大家可以繼續拍到UFO Lens flare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廠都有 但不知為何在iPhone上特別明顯 和App好像沒有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它在拍 close-up物件的時候 一些照片會比較soft 這個是大Sensor一定要面對的問題 以前那部S20 Ultra其實都有類似的問題 但即使有這些問題也好 iPhone 13的相機System 仍然是市場上其中一個最可靠 最容易在不同情況 都會拍到非常好表現的相機 你在什麼環境都好 開了iPhone 13的相機 隨手按一下 10次有9次都會拍到一張漂亮照片 所以如果你要關心 iPhone 13的相機好不好拍照 漂亮不漂亮的話 我可以回答你 絕對是漂亮的 暫時在市場上比它有一個更加好 更加可靠相機System的手機 其實是不多的 接著來講講電量 今年iPhone 13就用了一個較大的電池 Apple就Claim 13的使用時間 是比12多2.5小時 我就很少硬性檢測電量 我通常用它一陣子再跟大家說一下我的感受 在去年iPhone 12上對我來說就用到一天 而這部iPhone 13我甚至可以用到一天半 不過我要帶頭盔 因為我喜歡用來溝通的手機 是一部Android機 我用這個iPhone就純粹用來看YouTube 拍照照片 錄一下Instagram Twitter 如果你用了這部iPhone去WhatsApp 講電話的話 我想不會有一天半那麼多 但是一天我覺得對大部分人來說都絕對用到 除了相機厲害了 電量好之外 新的iPhone 當然配備它們新一代的A-Series處理器 iPhone 13就用了A15 Bionic的晶片 這張A15 Bionic是一張5nm的晶片 這些太技巧的東西 我在這裡不詳細說 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 不過有趣的是 在iPhone 13用的晶片 是比起iPhone 13 Pro用的晶片 少了GPU Core 在日常的效果方面 iPhone 13的進步幅度 其實老實說不是特別大 但這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上年 A14 Bionic的晶片 已經是一粒很厲害的晶片 當標準寫到這麼高的時候 即使A15的進步 不是特別明顯 它都是一個進步 它都是一個令到iPhone 13使用體驗好了的 其中一塊平圖 還有其實現在的晶片不僅是關乎到效果 其實對電量對相機表現都有影響 所以重點就是 今年的iPhone 13 在晶片、電量、相機表現 這幾個對手機來說 最核心的部分是好了的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快就否定這部iPhone 13 iPhone 13除了提升了它的相機電量和效能之外 還加入了一些功能 嘗試令到它整個時空體驗更加好 嘗試給大家一些新鮮感 而剛好這些功能 都是關於相機的事 第一個就是Photo Graphic Style 在iPhone 13的相機UI 你會見到多了一個icon 當你按進去之後 你就會有Standard、Rich Contrast、Vibrant、Warm、Cool 五個類似filter的東西給你選擇 另外一部就很強調 很堅持這個Photo Graphic Style 不單純是一個filter 因為這些Style是整個影像處理pipeline的部分 它會認知到畫面不同的區域 例如人面、天空、背景等等 去調整那個區域的setting 而不是單純在拍照後 因應它的光暗和顏色數據 在整張照片加一層filter進去 這個Photo Graphic Style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功能 它會令到你的相機更貼合你的需要 如果你拍照是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例如你很喜歡Samsung那種很豐富的色水 就可以選擇Vibrant 不用浪費時間去收拾照 收拾到你想要的效果 但我自己就未必會用 因為第一我覺得Standard的look已經不錯了 第二就是這些Photo Graphic Style 是Bait-in了在照片上的 就是你後期是沒得undo 如果我要收拾照的話 用其他Photo Graphic Style就會比較難收拾 第二個功能就是Cinematic Mode 電影模式 這個Cinematic Mode其實是同時做好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你可以當它是拍片的Portrait Mode 這個也是它最明顯的一個用法 它會用Software去Blur背景 除了Blur背景之外 它還可以幫你自動做Focus Racking 即是焦點轉換 例如當拍攝一個Two Shot的時候 畫面的主體 IE我的視線在看在後面的時候 它的Focus Point就會轉到後面的NBA 但這個功能我發現當拍攝一些不是人形的主體的時候 是蠻難令它轉焦點的 當然你可以手動轉 但我覺得Cinematic Mode最酷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其實不用理對焦在哪裡 因為你可以在後期的時候設定 它的影片背景模糊的程度 以及對焦點在哪裡 你還可以在不同時間設定不同的對焦點 它到了那個時間的時候 就會自動幫你轉焦 不過這個功能暫時支援到108MP 30架 我是完全理解不到電影模式 可以沒有24架這個選擇 不過Anyway 這個功能很老實說 我覺得是課分的 我對它的感覺 就像我一開始對Portrait Mode的感覺一樣 它好不好玩 它是好玩的 但是暫時停留在好玩這個階段 未去到Apple說 可以拍到一些很有質感的大電影 當然我相信這個Mode在適當的Filmaker手中 配合適當的器材 是可以拍到一些大電影出來的 但是對於一般用家來說 暫時只是一個課分的功能 其實Photographic Style和Cinematic Mode 這兩個功能 都是一些good to have的功能 它會不會真的令到iPhone 13的使用體驗好了 就很視乎你怎樣用 但是iPhone 13上面都真的有些失望位 令到很多人覺得Apple這次是在擠牙膏 對於我個人來說最失望的一定是它的螢幕沒有120Hz 它的螢幕今年是真的有進步度的 它將最高亮度提高到800Nits 但是它的螢幕仍然是在走60Hz 今年幾乎所有廠商都在這個價位的手機加入120Hz 連Apple自己iPhone 13 Pro都用一塊120Hz的Panel的時候 13連90Hz都沒有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失望位 不過老實說 60Hz的螢幕的體驗是不是很差呢 其實不是 很多人都覺得60Hz的螢幕是絕對夠用的 但是Innovation這件事 不是只是夠用的 或者大部分人覺得OK就夠了 尤其是市場上90Hz、120Hz這麼普及的時候 連iPhone 13 Pro都有120Hz Apple都同意這個功能是有意義的 這個功能都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那為什麼2021年的iPhone 13 仍然被60Hz的螢幕拉著後腳呢 這個就是我對iPhone 13的看法 如果你問我一句說完 iPhone 13值不值得買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的 如果你是用11或之前的iPhone的話 因為它的相機電量和那顆chip 對你來說的upgrade是大的 坦白說iPhone 12-13的upgrade 我覺得是沒有11-12那麼多的 但是如果你單純因為它的外觀 或者看一張speak sheet 就覺得它沒有新意、沒有upgrade 是一部不好的iPhone的話 我覺得大家怪錯這部iPhone 13了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你對這部iPhone 13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它這次upgrade夠不夠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說多次 你絕對是可以不同意我的 喜歡這部影片的記得like這部影片 不喜歡的話 我建議你重頭看多次 我是Anson 你可以IGAnsonGentH找到我的 我們下次見 不是這樣的 嘛